大家来看看,您觉得这是不是黄赏鱼? 别急着下结论啊,因为它未必是您以为的黄赏鱼 很多人去吃黄赏鱼都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哪一种黄赏鱼 估计也就你不认识它而已 它就是唐食 各位朋友,大家好 本期要和大家聊的黄赏鱼是一位粉丝提议的 当时我看到这位朋友提议的时候 内心就在想,黄骨鱼谁没有吃过呀 没有什么好聊的吧 不过出于好奇啊,我还是去了解了一下 诶,还真有不少值得和大家聊的事 接下来咱们就去把它买回来 在鱼试边看边聊吧 每次我拍这个超市的鱼缸啊 总有不少朋友疑惑 黄赏鱼不是淡水鱼吗? 怎么和海水石斑鱼放在一起养了? 在这里我简单说一下 黄赏鱼的渗透鸭调教能力是很弱的 很低的岩度都能将它杀死 所以我们关注的焦点应该放在这条石斑鱼的身上 这是我国产量最高 也是我们最常见的石斑鱼 珍珠龙盾,珍珠斑 酒楼里最普通的杂交石斑鱼 这种鱼有海上鱼排养殖的 也有鱼团养的 它能在这么淡的水腿里自如朵活着 可见它的养殖环境 颜度也低得很 当然平时看各种港海视频 即便是我们在海上钓钓的 也是养殖逃逸 或人类放生 没有纯冶生的 借今天的视频 我想在这里呼吁一下大家 不要放生这种石斑鱼 因为它不是原生物种 而且已经有人发现 它不像其他的杂交鱼那样 没有繁殖后代的能力 把它放生到海里 可能会严重威胁 其他鱼类的生存环境 原生石斑鱼现在越来越少 可见这鱼现在在野外的势力有多大 总之在科学家 没有确定它对生态没有威胁以前 大家劝戒放生的人 不要放生这个物种就对了 有关这种杂交石斑鱼 我以前做过一期视频 有兴趣深入了解的朋友 可以去看看 咱们回到今天的主角吧 大家来看看 您觉得这是不是黄赏鱼 别急着下结论 因为它未必是您以为的黄赏鱼 黄赏鱼中文证明就是黄赏鱼 在生物分类学中 它是粘形物 长颗黄赏鱼属的物种 在我国的分布非常广泛 所以民间俗称也很多 在广东它叫黄骨鱼 在别的地方 它可能叫水黄蜂 黄蜡丁 但以上这些只是我们普通大众 对黄赏鱼的认知 觉得这鱼只有一种 实际上 在我国各地野外 常见的黄赏鱼有五种 除了黄赏鱼 还有长须黄赏鱼 瓦斯黄赏鱼 光泽黄赏鱼 和杂交黄赏鱼 目前规模化 商品养殖 我们比较容易买到的 主要有两种 分别是全熟黄赏鱼 和杂交黄赏鱼 所以今天 我还得再跑一跑别的菜市场 看看在我这 能买到哪几种 它们有什么不同 怎么鉴别 等会买回家了 再给大家细说吧 由于我怕不好吃 在这个超市 我只买了一条 讲不到看起来不大的一条鱼 居然有三两半 各位朋友 黄赏鱼我已经买回来了 今天我跑了五六个地方 发现很多菜市场都没得卖 也难怪哈 二十多块一斤 都快赶上海鲜的价格了 在我这个对海鲜有偏好的海滨城市 没有太大的需赏需求 也正常 这是我在两个不同地点买到的黄赏鱼 大家可以先来猜一下 它们是不是同一种黄赏鱼 不久前 有个朋友问我 为什么现在的黄赏鱼 吃起来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觉得呀 鱼的味道口感 除了物种有关 和后天的环境也有关 咱们先聊一下 天然黄赏鱼的生物特性 和它的一些养殖历史吧 这种鱼是偏肉食性鱼类 咒服夜出 在夏天会集群繁殖 所以很多钓鱼高手 都是在夏天的夜晚才去钓它 在野外生长的黄赏鱼 要差不多两年才成年 一年的体重大概在一两左右 两年可以长到二两左右 如果人工养殖 让它的体重达到二三两 只需要一年 在十几年以前 我们吃到的黄赏鱼 的确是黄赏鱼 后来在相同的养殖条件和周期下 有人发现公黄赏鱼的个头 要比母的黄赏鱼大 单独饰养雄性黄赏鱼 可以缩短上市的时间 减少饰养成本 于是便有人发明了 全雄性选鱼技术 这也是为什么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菜市场卖的正宗黄赏鱼 全部都是雄性的原因 再后来 又有人将能长很大的 雄性瓦式黄赏鱼 和雌性黄赏鱼 用人工受精的方法选育 发现杂交出来的黄赏鱼 生长速度更快 而且更抗病 也更耐痒 在天气炎热的时候 它的优势更明显 因为耐运速能力更强 死亡率相对更低 鱼饭更愿意收购 杂交黄赏鱼 所以 现在的状况是 全雄黄赏鱼和杂交黄赏鱼 占据了绝大部分的 黄赏鱼消费市场 可是在市场终端 是没有人去向消费者 宣传杂交黄赏鱼的 杂交黄赏鱼都是充当黄赏鱼卖掉 很多人去吃黄赏鱼 都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哪一种黄赏鱼 视频开头 我提到那位朋友 觉得现在的黄赏鱼 和以前的口感味道不一样 其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两种黄赏鱼 谁又更好吃些呢 我最近看了不少业内人士的评价 基本上都偏向于 延伸黄赏鱼 味道和口感 要比杂交黄赏鱼的更好 所以 杂交黄赏鱼在饮食口味偏重的地区 推广的比较快 而在口味相对清淡的地区 则推广的要相对慢些 全熊黄赏鱼的销售分布范围 相对更广一些 似乎更受顾客欢迎 不过 我最近发现 广东也有做杂交黄赏鱼返育的公司了 这说明 它在外来人口较大的地区 还是很有市场的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怎么辨别一般菜市场 比较有可能见到的 黄赏鱼 瓦氏黄赏鱼和杂交黄赏鱼吧 咱们可以先看这个部位 杂交黄赏鱼的父亲 瓦氏黄赏鱼 他的胸脐脐脐 外缘光滑 内缘有巨刺 而母亲黄赏鱼的胸脐脐脐 内外缘都有巨刺 这里和大家提一句 光泽黄赏鱼 瓦氏黄赏鱼 细黄赏鱼的脐脐 都有毒 被刺伤 会有红肿剧痛的现象 而黄赏鱼的脐脐 基本无毒 因为杂交黄赏鱼的父母 是普通黄赏鱼和瓦氏黄赏鱼 所以他兼具了爹妈的共同特征 比较难认 但他胸其全员的剂齿不明显 摸起来才会比较有感觉 他的体色绿黄色斑袋纹 也没有母亲普通黄赏鱼明显 体型也比普通黄赏鱼瘦长云秤 另外杂交黄赏鱼长得越大 就越像爹不像妈 因此个体越大的杂交黄赏鱼 顾客就越容易认出他是理鬼 很难在市场上卖掉 我今天买的黄赏鱼 胸其极其内缘都有锯齿 外缘锯齿不明显 而且几乎看不到绿黄色斑袋纹 身体也很匀秤 应该都是杂交黄赏鱼 好了 接下来又要到吃播厌食材环节了 众所周知 我是个食材党 厌食材当然是用清淡的做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黄赏鱼很少有餐馆 会以清蒸的方式分镇 网上也少有人分享清蒸黄赏鱼 我上一次吃黄赏鱼 也是在十多年以前了 留下的记忆是又嫩又滑 接下来咱们用嘴巴来变一变 这黄赏鱼的品质如何吧 哦 差点忘了 点播这期的朋友 是想让我那食材小白老婆 来做评测 等会我找他来先吃吧 趁着这做鱼的时间 我给大家破两个谣言 有人说黄赏鱼很多地生虫 不是好鱼 不是这样子的 有些人看到的所谓寄生虫 其实是攻黄赏鱼的生殖器官 真担心的话 煮熟一点就没事了 还有人说黄赏鱼都是染色的 用纸巾一擦就掉色 它的生物色应就是这样的呀 皮表黄色棉叶是可以擦掉的 又不是特别贵价的鱼 商家没有必要这样做 现在的养殖技术 蒸色一般是给鱼位蒸色饰料 比如大名鼎鼎的东兴斑 为了看起来更红 就会用这个技术 蒸色饰料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 无家没有镜子 说明它还不至于 对人体有害 大家不必过分担心 阿咪 你想不想别人叫你小姐姐 那你帮我吃个鱼做个瓶子 别也不叫我小姐姐 有人叫你的姐姐啊 好了小姐姐我开始拍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鱼吗 就是黄色的 这有点像那个 糖色糖色糖丝 你看它这个头这里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糖色也有一个 那你觉得这两条鱼 是不是同一种鱼 不同 为什么不同 你凭什么觉得它们是不同 颜色不同 你又是凭颜色来判断它们不同 对啊 你看它的上面这个东西也不一样 这个是这样螺旋转的 这个直的 它蹦脚转起来不行吗 你这个好硬啊 你看看 看我视频的朋友 基本上都吃过这种鱼了 估计也就你不认识它而已 它就是糖色 那你尝一下 看它味道怎么样 好吃啊 又没有吃 就是它的那个 这里看起来滑滑的 有点恶心 上一次啊 你吃的那个大黄鱼 就是那个你说的黄骨鱼 你觉得这个好吃还是大黄鱼好吃 大黄鱼贵肯定好吃 哦 贵就好吃了 跟那个滑仔呢 上次那个滑仔 上一次我有点忘记了什么味道 已经忘记了 只有猪八戒吃东西才会忘记味道的 你才猪八戒 这个有点泥味 这个鱼应该便宜货了 另一条没有泥味是吧 鱼味浓不浓 没什么鱼味 你现在能吃出土腥味了吗 我一直能吃土腥味啊 你猪鱼牛 你很多鱼都吃不出土腥味 我以前没有吃过海鱼的时候 就吃福寿鱼 就不觉得有土腥味 后来我吃了海鱼之后 对比 就觉得福寿鱼是有土腥味 好 现在可以打分了吗 嗯 这条外观不好看 外观不好看 就长得吵 没有鱼味 就是鱼味那么吵 对不对 颜值对你来说很重要 优点就是没有翅 然后肉质比较嫩 就没有肉鱼 你还记得上次你吃那条大黄鱼 你叫它什么鱼 黄骨鱼啊 好吧 我给你揭晓一下 这是黄骨鱼 哈哈哈哈 对了 这个鱼就叫做黄骨鱼 两条都是 对 它们是同一种鱼 啊 上次呢 是因为有朋友看到你把大黄鱼叫做黄骨鱼 才建议我做这些视频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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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黄骨鱼长这样 到时候我讲完视频 你再看它的样子 你就知道它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了 哎 这次你评的挺不错的吧 我有进步的 这个那么黑 这个 鱼的颜色不能说明它们不是同一种鱼 因为它跟它的养殖环境啊 还有它饲养的那个饲料啊 都有一定的关系 为什么人家建议你拿黄骨鱼来做 因为你上次提到了黄骨鱼啊 你把大黄鱼叫黄骨鱼 所以这一次我就拿黄骨鱼来给你看 真正的黄骨鱼是什么样子的呀 我以为没有黄骨鱼 它为什么长成这样呢 它长这个样有什么关系吗 你就吃就好了吧 这多少钱一斤 二十多万钱一斤吗 你觉得值不值 好不好 不太值 不太值啊 嗯 你又不买菜 你哪知道菜市场的鱼什么价格 龙非鱼才几块钱一斤 你还用它来跟罗非鱼比是不是 那你觉得罗非鱼好吃这个好吃 这个比龙非鱼好吃 刚才我也吃了几口那里的黄骨鱼 吃过以后我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现在很少人用它来清蒸了 杂交黄赏鱼能长那么大 我们吃的其实只不过是它的小鱼苗 鱼味都还没长出来呢 况且养的不好还会有土腥味 如果没有重口味一些的烹饪技术加持 估计吃过以后不会有多少回头客 我记得在以前 大家做到黄骨鱼是非常高兴的 会用来当做营养品包周煮汤给小孩吃 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味道就很鲜美 不知道现在还有多人发现 黄骨鱼这些年来的变化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也了解好这条鱼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有用 请给我点个赞 我是明达书 谢谢您看到这里 欢迎持续关注 再见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